我們看第一次 地球表面如果空氣平均1分子的重量是5乘以10乘25磋牛頓 那地球半徑是6.4乘以10的60磋公尺 那麼空氣分子要逃離地球表面時 地球表面的溫度比有多少 我們看一個空氣分子在地球上面的重力位能多少 我們到重力位能 UG4等於R分子負的G大按起來 那我把它換成重力場 所以我把它乘以R 那這個剛好是重力場的G 這個大概是MG 它給我們MG 重量是5.0乘以10乘25磋 那R已經給了 那我現在抵抗的這個位能 跑到無形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要點多少呢 取決率值了 就是UG 事實上是UG加上那個熱動能 跑到UDOG總能量要大於等 這應該要大於等 所以這EK最少多少 我們把它寫等號好了 最少要等那個 富的這個 要等MGR 最少 最少的動能 這個動能是熱腦動的動能 熱運動的動能 等於2分之3KT 那T就可以算回來 這等於多少 這是1.5K 1.38乘以10乘523是嗎 它的MG是5W重量 乘以10乘25 2乘以2是6.4 乘以10的68 那這樣就可以算數了 我們看這個5乘以6.4 再除以1.5 再除以1.38 等於15.4 5乘以10乘以4 5乘以10乘以10乘以4 6乘以10乘以10乘以10乘以4 所以大概是1.54 성이1.57乘以15乘以10乘以10乘以4 所以大家應該選B,1.5乘以10的5次放牌 其他的都差很多,所以大家應該選B